火爆醫院發生糾紛案件 警方趕緊抵達現場 大哥大哥 有沒有 大哥大哥 不管員警在一旁怎麼勸 男子根本聽不進去 手指著醫護人員大聲飆罵 麻煩你不要那麼靠近 眼見對方不斷逼近 救護人員下的一連後退好幾步 原來會這麼緊張 全是因為幾分鐘前 這名男子不僅在急診室大聲咆哮 甚至還出手攻擊 那些人出來 他們那個有多幾個男精神 事發就在上個月30號 凌晨4點多 流性嫌犯因為酒醉 陸倒在街頭被帶回醫院 沒想到當救護人員 在幫他進行減傷及抽血時 卻突然機動反抗 出手攻擊 害得其中一名工作人員 頸部掛材受傷 我們沒有做語言上的挑釁 或怎麼樣 我們只是要他接受一些檢查 可是一到這樣子 他就馬上情緒開始爆發 他這個暴力事件 我們原則上也會 就往上衛生局通報 我誤以為遭醫護人員傷害 不斷大聲咆哮 並徒手攻擊醫院 約聘人員禮南 現場醫違反醫療法 暨恐嚇傷害現刑犯 逮捕流難 醉漢大鬧急診室 落往後卻變稱是誤會院方 要強摘他器官 才會情緒失控 出手攻擊 但動手在先就是不對 這下被依法送辦 酒醒後會也來不及 三十位陳祥來吸引新北